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援了我们国家先进战斗机的发挥 毕竟我国大飞机真正发展起步的时间较晚 因此也导致了我们此前以大型飞机平台为基础的空中加油机数量十分缺乏 虽然我们后期将引进了俄罗斯的1278大型空中加油机并装备了部队 但数量仍然较少 而基于轰-6轰炸机为基础的轰-6以及轰-6DU空中加油机 受限于平台本身的因素 且也同样无法满足诸如G20等我国新一代主力战机空中事由的需求 因此为了改善人民空军大型空中加油机质量不足以及数量较少的问题呢 我们就必须要一个更新的大飞机平台上将我们自己的大型空中加油机给研发出来 以此来满足我们空军对大型空中加油机的实际使用需求 那从目前而言由于我们现在有了G20大型运输机这一优秀的大飞机平台 因此从基于当前条件并满足现时需要出发 我们自然要在G20基础上将我们的大型空中加油机给弄出来 而从现有网上能获悉的信息推测 以国产G20大型运输机平台为基础的国产新一代大型空中加油机 由于G20大型运输机本身拥有航程源 载重大等优点 因此其就可以获得十分充足的内部载油量 并拥有多种空中加油能力 因此该机不仅可以满足对其他战斗机 轰炸机 预警机等具备空中 设有能力的国产新一代战机的空中设有需求 也能极大拓宽以国产G20大型运输平台为基础研制的国产新一代大型空中加油机自身的航程 未来 随着以国产G20大型运输机平台为基础研制的国产新一代大型空中加油机的批量装备 人民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巨大提升 且在拥有了这样一款大型空中加油机之后 也可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空军未来的各类远航生物 同时 从外贸角度而言 我们在拥有国产的空中大型加油机后 我们也可以同样将其推向国际市场 从而更好地满足我们各类国外军贸客户的需求 G20给G20空中加油后 美军还能自由闯入南海吗 有许多人疑惑 既然G20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作战半径了 为何仍需要进行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机号称是空军战力的倍增起 但能够进一步放大战绩的作战半径 虽然G20在携带四个副油箱的前提下 最大作战半径能够突破两千公里 但也会受到诸多限制 因为携带副油箱将破坏这款战斗机的隐身布局 从而不利于隐蔽突防 同时 无带机还具备一项非常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超音速巡航能力 虽然无带机能够长时间保持高速飞行状态 但这种状态耗油量也是非常高的 在必要时必须进行油料补给 有了大型加油机进行油料保障之后 也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G20的后顾之忧 而大型加油机如今更是称为大国空军的象征 中国空军不得不掌握这种战机 在G20加油机出现之前 中国空军还是比较缺加油机的 之前已经诞生了以轰柳为平台改装的轰柳油 但这种加油机的载油量非常有限 如果进行远程加油补给 估计其现在的燃油还不够自己消耗的 而G20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超过200吨 再重能力也达到了60吨以上的水平 用它作为加油机的平台 则能够大大提升空军的加油效率 而且在加油机领域 从此可以不用再受制于神 G20与G20加油机搭载 也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出中国空军的战斗力 从此中国海军的安全将不必担心 以G20强大的作战能力 完全可以阻止深河空中力量的闯术 而且这款战机还能够携带对海打击武器 甚至能够让闯术的军舰 不知道导弹是哪里发射的 难怪白宫这次要慎怂了 看来以后南海不再是 其他国家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的了 G20为G20空中加油 为何先进的战机却用落后的方式加油 这次的空中加油对于我们的G20来说 应该是有着很大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空中的巡航时间和距离 一定是考量一款战斗机 作战能力大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算是G20的五代机 在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太意外 按之前我们所了解到的 G20的一些数据来看 我们的G20的航程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应该在3500公里左右 那么这么一个距离 对于这样一个距离 如果我们单纯的考虑防卫为主的前提下 是足以保证了 但是作为G20这样的一款攻击利息来说 在未来 如果要担负更远的突防距离的话 这样一个航程有些不足以支撑了 如果外挂油箱的话 就会使得G20隐身的优势大打折扣 这是不可取的一种情况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月20被改造为空中加油平台 在G20的飞行过程中 就为其执行加油的作业 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空中加油会大大的延伸 G20的空中航程 这对于加拿大这款战机的作战能力 是有存在着很大的帮助的 也可以对我们的空中 去完成更多样化的一些任务 所以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 还是非常值得开心的 只不过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张 月20被G20加油机的照片的话 会非常明显的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两款飞机加油所用的 证人是比较传统的软管加油 这对于这样的加油方式 我们知道它的加油时间和加油量 是有着很大的问题的 比较的慢一些 目前最快的空中加油方式为硬管加油 它的效率大约是软管的2到4倍左右 非常的可观 那么作为我们来说 为什么G20这样的新进战机的加油之时 用这种比较落后的加油方式 却不用硬管加油呢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其实之所以会这么做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目前我们对于硬管加油的一些 不种和方法 还是存在着一些基础上的问题的 在基础不成熟的前提下 我们是不可能直接采用这样的方式的 第二个问题 软管加油虽然确实有弊端 但是对于五代机来说还是有些优势的 因为相比于硬管加油机来说 软管加油对于飞机外层的损伤更加的小一点 我们知道 像是G20这样的五代机 它的涂层都是有隐身的材料的 硬管加油会或多或少的破坏一些这样的材料 所以目前 我们的G20仍然采用这样的方式 空中加油也就比较好理解一些了 而且就目前而言 这样的加油方式对于我们的情况来说 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之处 稍微并没有太大洗屉�用 leaking随便稍费用 Mar Run Run